有民众今早在花莲见封冰箱时踢平海边,发现一次有人落水在海面上在伏在城,海巡署第一,二岸巡总队获报,立即出动救人,在溺水者身上套上浮水绳,将人抢救上岸,不过今时以CPR后送以抢救,这名落海的49岁沉静男子仍不至身亡。 事发在今天清晨7点50分左右,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接获民众报案,尸踢平友人落海,立即派出第一机动巡逻站,尸踢安检索人员和线上巡逻艇赶赴现场,人员下水救援,为溺水者套上浮水绳,并抢救拉上岸,不过溺水者已经失去呼吸心跳,花莲县消防局封兵消防分队施以CPR, 并送往不利花莲医院封兵分院经急救后,仍然回天乏术。 实体安检索副所长翁玄俊表示,死者为49岁的陈姓民众为封兵香港口村人,昨晚下海减时落泪铁补家用,不顺骚浪洁冲入海中。 海巡单位提醒,持续进入冬季,海边风浪大,从事海上活动或在岸边进行捕劳作业务必注意安全,有民众今早在花莲县封兵相时踢平海边,发现一次有人落水在海面上再浮在城。 图一二岸巡总队提供分享,溺水男子被救起后送往不利花莲医院封兵分院急救。 图一二岸巡总队提供分享,溺水男子抢救拉上岸后,消防人员赶紧施以CPR图。 图一二岸巡总队提供分享,暗巡人员前往抢救溺水男子。 图一二岸巡总队提供分享。 图一二岸巡总队提供分享。